在我们今天的灵修时间 我想和大家谈谈如何处理婚姻中的冲突 我知道当你结婚的时候 你会想一切都会极好无比 你们彼此相爱言谈举止上 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极力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那种进入婚姻后才出现的冲突 你现在还不会碰到 一旦你进入婚姻冲突就来了 你怎么处理冲突呢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要敬重妻子 因为她是与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在我的婚姻里 我发现有两大原则 对我处理冲突大有弊意 首先是真正的去尊重我的妻子 作为男人 许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们知道明白晓得 如果我们诚实一点 就会承认我们不尊重对方 我们没有把妻子的意见看得那么重要 但彼得前书说 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这是什么意思 听好了 这意味着 有时候他们的看法胜过我们的观点 他们承受了生命之恩 神赐给你的一切 神也赐给了他们 你得尊重他们所说的想法 我认为许多时候女性需要尊重 在我婚姻的早期阶段 这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我非常骄傲自满 神不得不破碎我 他要让我看到 我不够尊重我的妻子 我们常说到这节经文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但是以福所说五章里 在说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前 曾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顺服这个词 意思是尊重的态度 妻子如何尊重丈夫 丈夫也当这样尊重妻子 所以你当尊重她 在生活中 你对妻子的观点 需要有这种程度的尊重 第二个原则 是对待妻子 要有一颗体谅的心 那所谓 以一颗体谅的心 去对待妻子意味着什么呢 男女大不同 许多时候 男人和女人 看待事物的角度 完全不同 结果呢 就是我们不理解对方 我们很容易 就落入这种近况 我是说 你真的需要努力 去体谅对方 因为女人思维方式 与我们不同 女性悲躁 天生就和我们不一样 她的想法 也跟我们不一样 作为男人 许多时候 我们难以理解对方 但我们需要 身体力行去学习 这不是你 走马观花 就可以轻松学会的事情 你得集中精力 你得说 解释一下 给我听 帮助我明白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是什么原因 让你这样 有时候是情绪问题 有时候是过去的一些事情 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谁知道呢 但你要努力去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你们发生冲突的时候 不要赶紧戴上自己属灵的拳击手套 而要尽量去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这么做 相信神会祝福你 并带领你解决这些问题 她会给你一颗体量的心 并指教你如何爱你的妻子 如同基督 爱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